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全国大约60%人口受到影响 在另一方面 眼见国家党争不断 社会不目 经济不振等等一系列的乱象 美国民众对国家的前景都不敢太乐观 一直深信美国价值独一无二 奉行大美国主义的美国人 为什么信心会动摇呢 哪些社会问题正是困扰着美国民众呢 今天美国报和薩福克大学 日前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在受访的签名美国选民中 54%人认为美国总统拜登 和新一届国会 2023年应该处理的优先事项 是通货膨胀和经济 两者所占的比例 几乎是其他议题的两倍多 65%和26%的受访者就认为 美国是朝错误的方向发展 或者没有朝正确方向发展 比例较去年的年底相同民调高 不过美国民众对政府明年能够有所作为 扭转形势的期望就很低 调查结果显示 61%受访者认为共和党过于极端 52%受访者认为民主党人过于极端 而当被问及用哪一个词 来形容新年心情的时候 只有39%受访者选择充满希望 5%受访者选择有热情 比去年的略有下降 24%受访者选择担心 11%受访者选择恐惧 比例都高过去年 18%受访者就认为自己疲惫不堪 对于迟长到来的新年 美国民众似乎就不觉得快乐了 而最大的原因正正就是莫财 尤其是美国通胀2022年不断攀升 并长期维持在历史高位 已经扰乱民众的正常生活和经济秩序 今年2月 乌克兰危机升级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对俄罗斯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制裁 全球油价暴涨 导致美国物价飙升 由稀油去到肉类、鸡蛋、牛奶等等的生活 常备食品都无一幸免 美国劳工部12月13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1月 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升7.1% 仍然处于高位 分析人士就指 美国通胀 细头短期难以逆转 通胀率亦是将会在一段时间内高过美联储设定的2%长期通胀目标 通胀和利率飙升令到美国家庭债务大幅膨胀 美国盖乐普公司 今个月初发布的调查结果就显示 55%的美国人认为物价上涨 令到家庭经济困难 有当地经济学家认为 家庭债务不断攀升 反映出高物价水平 随着家庭债务增加 拖欠债务的情况亦都日亦增加 美国民众生活更加困难 八上加根又怎会快乐呢 不过更加令到普通民众不满的是 将自由市场封为最高标准的美国 疫情肆虐之下 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根据美国联储局2021年10月公布的数据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 美国最富有的1%群体 在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上的财富增长 超过6.5万亿美元 是底层90%的人财富增长总额的5倍多 美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已经达到甚高水平 名副其实是 你有你有仇 我继续我的快乐 罗贝尔经济学长得主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里茨 在他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里面就指出 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公共政策的变化 令到收入和财富分配 越来越有利于富人 亦越来越不利于穷人 这些变化包括放松对金融部门的管制 不断弱化公司治理制度 为富人提供获取垄断利润的政策和规则 以及取消或削弱 针对中低收入人群的福利补贴等等 不言而喻 这些政策的最大受益者是高收入阶层 而受到伤害的就是中低收入阶层 过去不少美国民众都寄望选举能够带来改变 但美国政治两极化 近年不断加深 已经令到美国民众对选举的态度 越来越消极和失望 美联社和芝加哥大学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创办的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 今年10月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就显示 只有9%的受访者 认为美国民主制度运转良好 在2022年 我们看到 美国有堕胎权之争 到枪支暴力问题 以及警察执法问题 大批美国民众一次又一次上街示威抗议 枪支暴力激化和种族仇恨联系起来 但两党几乎在每个社会问题上都缺乏共识 事实上 由于两党都只是会推销和支持对于自己有利的政策选项 没有一个党会纯粹将民众福祉放在优先的位置 那便预示 两党之争 社会撕裂只会向更激烈的方向发展 从而将美国推向更深的险地 情况就好像一粒计时炸弹那样 随时可能会被点燃 一续即发 美国国内问题重生 矛盾重重 国外感召力下降 这是美国当前的写照 不过我奇怪的是 一直对中国看不顺眼 经常对香港事务指手或脚的反中乱港分子 就好像张昆阳 郭荣康 梁继平 邵南等等 今天身在美国 那为什么去到现在都没有一人发声 指点一下美国政府呢 和美国政客关系密切 又为什么不顺便帮美国民众追求平等公义呢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 如果是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留言、赞好、订阅 和分享给朋友 逢星期一至五晚六点 和大家焦点短打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